接下来就要带您来关心国内的房价 受到了疫情的冲击 不少经济活动出现了剧烈的震荡 但是房价却是逆势热络 不只是建商看准了未来的发展 推出大坪数的豪宅 就连银行也喊出1.31%的超低利率 为了让房市维持正常的交易 央行请来了全台房贷占比最高的六间银行 来座谈 希望能稳定房市交易 为了台北的北市科园区 像这样的一户预售物就要买到六千万上下 而从六月开始曝光至今 他们已经卖出了七成以上 尽管疫情冲击经济 但台湾房市却相当热络 根据业者统计第三季和第二季 总成交户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点零一 总成交金额则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八点九九 北市科这边都有很多大型企业的入主 那未来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已经很多企业组看重在附近 直言不担心疫情冲击 而不只是新兴科学园区超夯 八月底王继汽车富商砸现金 买下了未在大值的水岸豪宅 十楼十一楼总共四户 总交易金额达到了九点一九亿元 房贷的利率可以说是史上最低 那包含说像现在如果是首购的话 甚至最低有到一点三一趴 所以会让很多人觉得真的是租不如买 对于一般民众而言 最近越来越多银行推出超低的房贷利率 地板价最低百分之一点三一 由于银行资金充足 纷纷杀低利率强贷 市场地利竞争 亚行也请出了六间房贷比例最高的银行 进行座谈 希望能让房市维持在正常的交易形态 华盛新闻 晚上张震杰台北采访报导 接下来